2018年我去Fukuoka Residence 了一个月 然后我看到的是 日本政府对整个日本的那个城市 还有乡区的所有的那个规划 就觉得那个地方 这么很干净啊 和马来西亚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给人去到就有一种很fresh的感觉 觉得全部都很整齐很干净 就赞旦他们还有那些工作人员 Mul Sim里面的工作人员就是 他们很专业 然后就做东西很认真 这是让我很佩服日本人他们的处事方式 还有他们非常有礼貌 还有我就是去过那个地方叫Yiki Island的神社 就是只是那座岛就有一千座神社 就觉得去到很不一样了 然后给我有一些冲击的感觉 一开始就是绘画 然后就安排去做一个考察 八女洲有一个地方 她曾经有土奔过 然后我想做一个考察 关于那个土奔现象造成居民所带来的影响 就和当地的居民互相交流 然后他们和他们一起合作 联手做一些作品出来 在馆里面的一些考察 还有这个土奔的一些作品 就一起展出来整个月 去过Yiki Island拜访它的神社 拜访Wukoka一些神社 然后去东京走走看看 看Mul Sim这样子 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国度 看到一些比较有规划的发展 就是一开始我就是用 Acholique来作画嘛 那个感觉就是 每一幅Acholique的作品 都给人家就是很重 然后很缤纷很丰富 然后一下子就跳去了钢笔 我进行过Acholique 所有的作品都有好几年 我就要觉得我需要换一换 就创作钢笔的时候 也把同样的那些object画进去 但是那个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钢笔完全是很投入 在那个线条还有造型那边 更容易进入了一个精心的状态 就如果可以讲得熟一点 就是可以画得很爽的样子 钢笔可以继续画下去了 目前在做着钢笔还有做水彩啦 画到钢笔画到一半就觉得 我需要把我的作品加入一点颜色 会比较更丰富 然后我就想到了水彩 就是很自然是一个好像进化这样子的 然后也和我的生活习惯和我的那个精神状态 一直在随着改而改变的 所以就发展到水彩 然后也是有同样的object同样的主题 但是用水彩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但是那个创作的那个过程呢 还是有一些区别就是那个状态还是有区别的 我把绘画定义为我的冥想练习 绘画的时候我完全是没有想到 这幅画之后会怎样 和我的那个事业有什么关系 这个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绘画就只是绘画 就专注在绘画上面 我就开着我家的窗口 开着大大 然后把阳光照下来 然后开一些很好听的音乐 这样子就很可以完全进入那个绘画的世界 然后就画得很尽兴 然后就很专注 就算有思绪过来 我就给思绪走过 然后继续专注在那个绘画上面 会觉得那个想象力 还有那个绘画的那个技巧 可以去到去巅峰 可以去到很近战 然后完全是投入那个境界里面的 如果说冥想 除了绘画 乐场生活也是有用到冥想 是细细相关的 是复补的 印度本来我就觉得 没去之前就觉得很神秘 有些人是接受不到印度 但是有些人去了 还是再想回去 我就是第二种人 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恍惚的一个国度 整片沙漠 然后贫穷的 然后建筑物都是老旧的 但是它就是很野性的一个国度 而且是你去到那边 那个光景是完全是超乎你想象的 但是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不可以不懂怎样去表达出来那种 那种野性还有荒芜 所以可以值得再去多一次 人文方面它们就几千年的历史 看到很不一样的 有分它们的不同的阶级 然后看到它们的文化 看到它们的那些遗产建筑物 就觉得是很丰富的一个国度 非常丰富 去运渡这趟旅行 与我的那个个人的修行有关系吧 而个人修行又和我的创作是细细相关 所以我学的是有间接或者直接的影响着啦 尤其是去到拜访那个Boticaia大树啊 去试那个佛祖的那个树的叶子啊 那些全部都很难忘啊 这些记忆 这些记忆很难忘 我一直看Oshio的书籍 就是它是90年代那时候 很具有影响力的那个冥想大师 在我很盼望的时候 就是它的那本书就救了我 让我度过南光 可以在这个生命短短几十年里面 找到一个立足点 就是要活在当下 就是可以不要去追求些什么 就让它一切顺其自然的跟着走 疫情对我就是要照顾好我的孩子 还有照顾我自己本身 对那个健康的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知道要防疫的那个重要性 知道要接受一些食物抵抗 那些免疫力抵抗力的那些重要性 就会让自己吃更多营养的东西 保护好自己免受这些 但是创作方面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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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